那么这个上次在看这个梅艳芳的媒体试骗的时候呢 那么爵士呢都严重的怀疑 那么如果我们讲说梅艳芳跟张古荣两位呢 如果还没有这个转世的话 应该是有陪我们一起再看这部媒体试骗 就是梅艳芳安妮塔的媒体试骗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爵士啊 老朋友大家都知道啊 或者是老听友都知道 爵士是敏感体 也就是超导体啊 所谓的导灵体啊 所以呢 当天我们在看这个梅艳芳这个电影试骗的时候啊 这个爵士呢 是从头到尾 那么不只是这个 我们讲说眼眶红 也不是哦 就是那个眼泪呢 就一直在那边打转 而且情绪是相当的悸动的啊 那么爵士通常的经验是 如果右眼啊 是流眼泪的话 那通常呢 就是 等于是 有灵 跟爵士在互动啊 那 如果是左眼流眼泪 那就是爵士自己的一个 很感动啊 激动啊 这样 那么 那一天的状况呢 是 两眼啊 都流眼泪 而且 尤其是右眼这边呢 是一直流一直流 然后就 插不停就对了 那么 尤其呢 是在 我们讲张国荣 过世 然后他去 吊念他的时候 还有 其他的 大概就是他自己的部分啊 那 也都非常激动 所以爵士才有 严重的怀疑啊 就是 他们可能 两位 都在陪我们看 梅艳芳 这部电影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感人 然后 可以让大家 重新再认识 梅艳芳 OK 可以去看哦